大家早安 歡迎收看今早早的天氣報告 我是梁麗麗 今天我們受到乾燥的東北季後風所影響 在這裡提提大家 現在紅色火災危險警告是現證生效的 今早天氣很涼 在7時時時 市區的氣溫就在15度左右 而新界就再低一點 而在打鼓嶺氣溫只有10度 大家出門的話就要穿夠衣服 而在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可以看到沿岸地區雲量相當少 我們今天也會看到不錯的陽光 而在日出之後 我們在鶴咀望出去也會看到天色很好 今天的詳細天氣預測會是這樣的 就是天呈乾燥 早上是相當清涼 由於日照會非常充足 所以我們今天的最高氣溫會上升到23度左右 日夜溫差都比較大 大家留意 而風方面 就會吹和換至清淨的冬至冬北風 而至於未來的一兩天 我們預計會繼續受到這股乾燥的冬北季後風所影響 所以我們的天氣都是乾燥 天呈為主 所以展望方面 未來的一兩天就會是天呈乾燥 早上會是清涼的 日夜溫差會比較大 而去到週末到夏初初 到時季後風就會被一股潮濕的海洋氣流所取代 所以到時天氣就會變得潮濕有霧 今天天氣就講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收看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一日 再見